纳兰幸德的蝶恋花出塞 以自然之眼观物 以自然之舌言情 用婉约的笔法写豪放的边塞词 这也是一决啊 这种独特的风格 正是由于纳兰幸德本人的双重身份使然 他既是康熙身边的御前一等侍卫 不时的随康熙同进同出巡视大营 又是一位真切细腻 情深异常的婉约词大家 纳兰幸德的存在 体现了文学与文学家的丰富性 婉约与豪放之美的自然融合 让我们掌声有请经典传唱人 我是经典传唱人乌兰图雅 我把初菜唱给您听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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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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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深山西上深秋雨